大家好,今天來講這個就是因為我現在要講這個台灣關係法 因為台灣關係法我想說在這個月底之前我要做一個結束 因為台灣關係法我過去一直都在講 其實我差不多演講的內容大概最近這一年的演講的內容幾乎都有沾到台灣關係法 那為什麼呢?因為台灣關係法是非常重要的話 因為是美國對我們台灣未來的佔領法還有托管法 所以美國他已經講了台灣關係法沒有要貴 他要繼續執行、繼續演用 那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那你都要去面對這個台灣關係法 那台灣關係法我講實話對未來我們在台灣政府使用的頻率 在國際法方面佔了70%左右 所以你大概所有人都要知道台灣關係法 那我跟各位講台灣關係法非常的複雜 非常非常複雜 那不是你像這樣,我覺得他有夠複雜 我覺得他非常的複雜 不簡單,這個法例 這個法例 雖然寫的 像霧像風又像雨 他很多東西他可以用在好多好多 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變形 你說包括我們現在這個中華民國台灣 他也是台灣關係法的一個變形 那我最近我也會講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的專題 我其實就在講台灣關係法 講說台灣關係法某一部分的變化 因為我一個專題大概只能講一部分而已 那我這個台灣關係法比較複雜的部分 我現在往後大概四到五個獎章要跟他做結束 這個是比較困難的地方 這是台灣關係法比較困難的地方 但我前面一些基本的概念在台灣關係法那邊 我其實都有稍微都有提到 那我會開一個台灣關係法的頻道 就是我以後只要講到台灣關係法相關 我都會上傳到那個頻道裡面去 因為台灣關係法它是活動式的 它是活動式 就是美國它會通過相關的法律 然後它是接續台灣關係法的 比如說像台灣盟邦保證法 還有台灣旅行法 那它其實都是台灣關係法的一個延續 所以這個台灣關係法其實是活的 是活的 那美國可以再加很多法律進去 所以它是台灣關係法的補充 所以台灣關係法還沒有結束 美國還會立很多的法律出來 然後最後它會幫你組一個什麼台灣政府 它會組一個台灣政府 所以它會在台灣關係法之外 又立了很多執法 它跟台灣關係法都有關係 所以要各位非常清楚 我們台灣關係法還沒有結束 它還是活的 那個美國政府那邊還會通過很多法律 就是台灣關係法的補強法 或者是它的補充辦法 所以這個台灣關係法很重要 而且還沒有結束 它還在增加跟台灣關係法相關的一些法案 那是美國國會寫的 然後總統通過的 我們知道台灣關係法裡面就講到 對我們台灣控制權 最終的控制權在三個單位手上 美國總統、國會跟他的軍事政府 所以這個概念我們要非常的清楚 是美國政府對我們台灣的政策 那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什麼 占領跟托管的方法 所以我講實話 你不喜歡也沒有辦法 那你要去面對 那美國總統跟國會通過什麼法律 那台灣這邊就是要執行 那因為沒有 因為其實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還在戰爭中 我們還被占領還被托管 所以美國他們有對台灣的政策跟法律 那我們大家不管如何 我們都要想辦法去了解 美國的政策跟法律 即便你不喜歡 他也會這樣說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講 這個台灣關係法專題一 那這個專題一我前面就有講 我已經有講過兩次了 那他這個專題一就是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專題一 那只是我換一個名稱而已 那主要裡面都講的都是台灣 都是台灣關係法的部分 還有他的歷史嚴格 那他到底這個東西怎麼來 所以這個台灣關係法 大概如果說我全部來講的話 大概至少要十個小時 十個小時才可以講一個大概的輪廓出來 你看他裡面多複雜就好 那因為他有卡到歷史的部分 比如說像台灣治理當局 還有什麼中華民國台灣這一些東西 非常的複雜 全部跟你弄在一起 那你要怎麼去解開這個題 那你就要按照美國台灣關係法去解釋這些東西 那我們進入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台灣關係法的專題 那這個專題裡面在講什麼 講一些台灣關係法裡面的一些案例 還有他的辯解 就是說美國怎麼運用這個台灣關係法 我們舉一些例子來看 那這些有對的有錯的 那我跟各位說你們如果對台灣關係法不守 你分辨不出真的跟假的 那我們進入他今天要講的內容 第一個來自台灣地區人民的法理錯亂 案例及時日新聞 那我們要講 就是說你如果對台灣關係法不了解的話 那你看到這個新聞你就錯亂 你又覺得可能說我看報紙這樣 可是我跟你講台灣的報紙根本不能看 因為他沒有法律 他沒有法律 尤其是沒有什麼法律 他沒有台灣關係法相關的法律 所以報紙都在亂報 其實他不懂台灣的國際地位 那其實比較懂台灣國際地位的是 美國政府官方那一方面 那你官方那邊怎麼看 那很簡單 你用台灣關係法來看台灣就會很準 你就知道說人家美國在講什麼 那你就不會雞同鴨講 所以我們講實話 我們如果要解釋台灣的國際地位 你要用美國政府的角度 那你要用美國政府的什麼角度 台灣關係法的角度 因為美國政府在執行台灣相關的政策跟法律 一定是用台灣關係法 所以你台灣關係法不了解 你就不知道台灣未來的動向 然後還有你也不知道報紙裡面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你怎麼分辨很簡單 守法律 了解台灣關係法 那你就看說他講的這件事情 有沒有違反台灣關係法裡面的法律 還有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政策 那你就可以看出來說他這個法律是真的還是假的 他這個新聞媒體爆出來的東西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台灣的新聞媒體我講實話是不會看的 是不會看的 因為他法理都錯亂 然後第二 世界衛生組織律師對台灣國際地位的法律見解 那那個世衛組織在5月初的時候有針對台灣的法律 他說要進入WHO 然後他有對我們一些看法 然後各位的話可以看一下可以了解一下台灣的國際地位 三 中華民國國民是中國難民在台灣不是法律上的台灣人 這在講什麼呢 在講People on Taiwan 在台灣島上的人 那在台灣島上的人就可以不用國際也沒有關係 你要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中國人、什麼樣的人 你住在上面全部都是台灣人 所以他用這個People on Taiwan 就是住在台灣島上的人 他也是一種台灣人 但是他不是真正的台灣人 他是住在台灣島上的一批難民 他不是本土台灣人 他不是法律上的台灣人 比如說你拿中華民國身份證 那按照法律上來講 你是真正的台灣人嗎?不是啊 不是啊 你拿中華民國身份證是住在台灣島上的一群人 這樣而已 所以他叫做台灣關係法 他是只住在台灣島上的一群人 那不是台灣人 你是住在台灣島上的一群人 你不是台灣人 你現在是難民 因為這個中華民國身份證不是一個正常國家的國籍 所以你如果現在拿中華民國身份證 你就是無國籍 你無國籍 這個按照什麼 林志森跟林子安跟台灣民政委 那兩次抗美案來的 他裡面有針對這些東西跟我們講 說中華民國的國民 他是無國籍 他無國籍 所以你拿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在台灣島上是一個無國籍的狀態 你無國籍 你不是台灣人 你不是台灣人 那你是什麼人?你是中國難民 所以美國有三個公報跟一個中國政策 就是這樣 他跟你講 你拿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的人 你是潛在的中國人 你知道嗎? 你是潛在的中國人 然後你要回去給中共勞改 就這樣 你知道嗎? 你要回去好好當中國人 所以那叫做一個中國人 所以這個中華民國如果說台灣繼續堅持在用的話 那你最後就是跟中國同 我看你怎麼辦? 那個沒有路了 那叫做一個中國 反正你怎麼樣 你中華民國你最後就是要回到中國 那我們講一個實話 中華民國的國民身份證 這個中華民國的國籍 根本不是真正台灣人的國籍 我們台灣人其實是有國籍的 是日本臣民 就是人家好伯存嘴巴那批中國難民講的 你們台灣人都是黃民 對 那個黃民的話 在法律上叫做日本臣民 日本臣民 我們的國家叫做台日本帝國 我們的國籍本土的人 國籍是日本臣民 這個才是真正的本土台灣人 那你現在兩千萬的日本臣民 就是本土台灣人 你現在拿到的國籍 都是中華民國這個無國籍 那所以你現在台灣人 你也沒有合法的政府 他也沒有合法的國籍 為什麼? 因為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籍 他現在是一個什麼?難民機構 實際上中華民國現在是一個難民民 然後國際社會都不承認 你包含美國也不會承認他的存在 因為他法理上有問題 那誰害的? 蔣介石害的 因為蔣介石他當初用一般命令第一號過來台灣的時候 他就強改台灣人日本臣民的國籍 成為什麼? 中華民國的國民 那中華民國的國民 互以在日本臣民上面其實是非法的 非法的 因為他有強制的 然後還有日本那方面對中國他也沒有簽條約 比如說舊金山條約中華民國他也沒有簽 他也沒有說要把台灣割讓給中華民國也沒有 或是割讓給中國全部都沒有 所以中華民國他根本沒有台灣的合法所有權 這個是第一點 因為中華民國在舊金山條約上他沒有簽約 那個時候只有講日本國政府放棄而已 可是他沒有說要給中華民國 對不對? 那當然啦 那個舊金山條約上面 日本國放棄台灣是什麼意思? 是說請日本國政府 就是安倍金山這個政府不要再來管台灣的事情 因為現在我美國在佔領你日本 那麻煩你日本嘴巴堵上 我要來處理這個問題 請你日本不要來管台灣的問題 那誰來管? 那等於誰來管? 等於主要佔領全國那個23條A 那個美利堅合眾國 他要來處理台灣問題 所以他又設了一個 在1979年之後又設了一個這個法律 台灣關係法 所以這個台灣關係法實際上 又是舊金山條約的延續 為什麼? 因為那個舊金山條約的2B 4B跟23條A裡面有講 我美國對台灣有處分權 所以因為既然美國對台灣有處分權 所以美國就在1979年之後設立一個台灣關係 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的這個台灣關係 那這個台灣關係當然很複雜 我跟你講各位 我們現在台灣會 會向悟向風又向雨 其實就是這個什麼 台灣關係法造成 因為這個台灣關係法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複雜 他是一個變形蟲 那我講實話 美國總統要台灣變成什麼 他就變成什麼 但是他不管怎麼變 他會按照台灣關係法裡面講的東西來變 所以你要對台灣關係法裡面的法條 你要非常的清楚 你才知道美國總統下一步要變什麼 他把台灣變成什麼 這個非常的重要 這是我們要講的 所以我們回到我們要講的 我們陸續在後面都會講到這一些問題 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他在台灣島上的地位是什麼 他是people on Taiwan 在台灣島上的一群人 但是他怎麼樣 不是法律上的台灣人 因為法律上的台灣人 他的國籍要是華民才可以 日本成民 我講一個實話 如果說今天 我等一下會講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日本跟美國如果沒有打仗的話 我們今天台灣人的國籍是哪一個 我等一下就會講到 那我們講第四 中華民國 我括號台灣不是國際合法的台灣政府 因為在兩四控美案當中 林志生的兩四控美案當中 講了兩個很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 你台灣人沒有合法的政府 然後第二個 你台灣人現在是無國籍的狀況 那誰害的 我已經講的是蔣介石的中華民國 把我們台灣人民原本應該有的日本成民的國籍把你改成什麼 他把你改成中華民國的國民 然後這個中華民國後來又不被美國承認 所以這個中華民國 你現在拿到中華民國國籍等於是一個無國籍的 然後還有什麼難民 是無國籍的難民 那什麼樣的原因呢 第一個 因為你現在 你本土台灣的母國 日本他幾乎已經不能夠理你 比如說舊金山條約他就跟你主黨 他就跟主黨說 你現在台灣人你現在不能任主歸宗回日本 不管如何 你現在不能回去 因為現在在戰爭中 那是舊金山條約的規定 所以你現在台灣要回日本 也在法律上你第一個要面對的是什麼 舊金山條約 所以你台灣要歸日 我可以跟你講 現在是不可能 在舊金山條約這個狀況下 你要歸日 你現在都有得到 然後還有你即便說沒有舊金山條約 那我另一個問題 美國總統跟軍事政府同意了 你要面對他 所以我覺得現在你說要談歸日 那幾乎是不太可能 但是事實上你是從日本分 你那個台灣是從日本裡面被分離出來 這個你要承認是 你台灣人的祖國是日本沒有錯 你的母國是日本沒有錯 但是他規定舊金山條約裡面 2B已經跟你講得非常清楚 日本國他現在已經放棄台灣了 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你現在台灣 你要說你要歸日 根本上來看的話是不可能 因為你會第一個卡到舊金山條約 那舊金山條約我以前有講過你可以去聽 舊金山條約對台灣重要的只有三條而已 可是那三條非常的重要 他講了台灣跟日本國之間的什麼 關係的法律跟原則 他裡面有講到這些東西 就是說你台灣人現在要回到日本 是不可能的 就是這樣 我講實在話 因為舊金山條約 他已經日本國政府已經放棄台灣 但是我跟你講 那個什麼 大日本帝國天皇沒有 就是我們的皇帝沒有 然後我演講都有講過這個問題 那我在這邊就不談了 那麼再來的話 第五個我們講 USNG TGG的台灣政府 才是合法的台灣治理當局 我們現在要建立台灣關係法的架構 裡面最重要的 到底誰對台灣有最高的控制權 到底誰才是台灣的治理當局 那這個台灣治理當局 我在後面的講章的時候 我會特別開一章來講 就是講什麼 講台灣治理當局 那你們可以去聽這個台灣治理當局 我後面的講章 大概這個月底之前我會講 大概是五篇左右 主要是針對台灣關係法裡面的疑難雜政 那我們來先講第一章 來自台灣地區人民的法理錯難案例 及什麼 時事新聞 我們講一個實話 我會講 如果 蔣介石的中華民國來台灣是一場錯誤 那 在第二點如果美國跟日本 他沒有發生戰爭 然後日本他不會產生戰敗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台灣人的國籍是什麼 台灣人原本的國籍是什麼 如果沒有那場太平洋戰爭 然後 那因為沒有那一場戰爭 日本就不會戰敗 那 也沒有 他也沒有 台灣被美國跟蔣介石一般命令第一號佔領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台灣原本的國籍是什麼 我們看這張老的相片 這個是在什麼 我們現在的台灣大學的正門口 他以前叫什麼 他以前叫台北帝國大學 這個就是台灣大學 所以台灣大學就是什麼 台北帝國大學 那你在想一個問題 如果說這個是 台北帝國大學在講 那他的國名是什麼 他是大日本帝國 那大日本帝國的人民的國籍是什麼 他叫做日本臣民 就是好就是什麼 就是好伯村在講的 你們這一批人都是黃民 黃民後裔 那這個黃民 黃民後裔他的國籍就是日本臣民 所以好伯村他們那批老的難民 他們非常的清楚 他說你們都是黃民啊 所以他很清楚啊 他這個好伯村說我們是黃民 那他是對誰講的 他是對柯P講的 還有柯P的媽媽 他也說出來考 這是以前的歷史 你今天不可以這樣誣陷我的兒子 說他是黃民啊 可是這個是不是事實 是 如果沒有那場太平洋戰爭 蔣介石也不會過來台灣 他的中華民國也不會過來 我們的國籍今天仍然是什麼 日本臣民也是黃民 然後你的國家叫做大日本帝國 但是我們也不能說這個 假如然後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那個都是過去式的 我們現在都要去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台灣是美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個太平洋戰爭之後 他沒有處理完的問題 他還沒有處理好 那因為他沒有處理好 所以他幫你設立一個台灣關係法 他裡面有跟你講說 我怎麼處理台灣的問題 那就是台灣關係法 所以我們要非常的清楚 台灣人原本的國家是哪一個 你就看這一張照片就好了 我們原本台灣人的國家叫做大日本帝國 那對不起 大日本帝國今天也被美國總統佔領 所以他也不能講話 雖然台灣台灣 台灣他有他的母國叫做大日本帝國 然後你也知道台灣人的國籍 如果說沒有戰敗是黃民 就是日本臣民 但是你現在也不能回去 什麼原因 因為現在還在戰爭中 美國不要你回去 他要幫台灣造一個國家 就這樣 這個台灣關係法裡面多多少少都有講說 他已經跟我講了 你台灣未來是一個國家 這是美國台灣關係法裡面已經跟台灣人做了什麼 做了暗示 你台灣未來是一個國家 那日本天王跟美國總統會幫你台灣人建一個國家 你放心 所以他們可能私底下都已經有談好 然後在台灣關係法裡面也有這樣寫 美國的政策對台灣把台灣視同一個國家 他裡面講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人雖然知道我們的爸爸媽媽是誰 可是你現在也不能回去 為什麼 因為今天是美國總統還在戰爭 然後這場戰爭還沒有結束 台灣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完 還有台灣還沒有成為一個國家 在法律上還沒有成為一個國家之前 美國絕對不會從台灣裡面撤退 所以你要記得 現在台灣還在戰爭中 我講的是實在話 所以你們有在聽的同情你們要記得 你不懂今天還在戰爭中 還在戰爭中 我講的是真的 這是法律上的問題 你到今天台灣問題都還沒有解決 一定戰後一定75年了 台灣問題到現在都還沒有解決 已經戰後75年了 好 所以我們台灣的母國是大日本帝國 然後台灣人的 本土台灣人的國籍是日本成名 應該沒有問題 這個是一個基本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國家是哪一個 還有你的國籍是哪一個 這個是最基本的問題 身為一個台灣人 你應該要去了解你的國家是哪一個 你的國籍是哪一個 還有你的國家現在怎麼了 就是我們的天皇現在被占領 就這樣子 他也在戰爭法之下 所以他有很多話他也不能講 因為現在在戰爭當中 這場戰爭還沒有 還沒有結束 亂講話 對誰都沒有好處 所以人家天皇到現在戰後70幾年 你看他有發表什麼 他沒有他講話都很小心 他都很小心 然後都很保守 那這樣就對 那為什麼 因為他在保護我們 然後他 就是說他也不要讓美國為難 他也讓美國在佔領我們日本會比較平順一點 讓美國處理我們日本的問題會比較沒有壓力 所以天皇都不講話 那天皇都不講話其實是在幫我們 但是我們 我們其實要有自決 我們要自決說 我們真的 台灣戰後到現在75年 我們問題還沒有解決 那我們的問題在哪裡 康美亞已經幫我們講了 第一個你台灣人沒有政府 第二個你台灣人沒有國籍 那這個問題是誰弄的 我已經講了蔣介石的國民黨 他們中華民國弄的 他過來就把中華民國 就幫你改了 改成什麼 中華民國台灣省 然後把你這批皇民 全部日本臣民 把你的國籍都改成中華民國國民 改了 已經很嚴重了 然後又 然後我跟你講 然後又 然後又叫我們這批本土台灣人 日本臣民去幹什麼 反攻大陸 解救大陸不能同伴 你害啊 你又捲入什麼 國共內戰 所以你看 你台灣又 扯到什麼問題 扯到中國問題 那這個都不是你台灣人願意的 是 蔣介石用槍 壓著你去反攻大陸的 那誰的問題 是蔣介石 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問題 對不對 那不是我們台灣人 惹的也不是我們台灣人願意的 如果我們台灣人也可以的話 其實我們台灣所有的男人 誰要跟你去反攻大陸 那干我屁事啊 對不對 反攻大陸 那不是我們台灣人的問題啊 其實我們台灣人的男人 那一點都不想反攻大陸 我說實際 你說反攻大陸 我說反攻大陸 我那個時候我們那些 對不對 我們那些 整體在做兵的 沒有人覺得反攻大陸是 我覺得那是天方夜譚 在我當面說 你反攻大陸 對 但是口號念一念而已 可是你說實際上你真的要 真的是要讓你去執行反攻大陸 我跟你講 你光想你就腿軟 中國那麼大 我光走一圈 我可能一輩子都走不完 中國多大 中國那麼大 你跟他繞一周 大概超過兩萬公里以上 對不對 你看 你光那邊走一圈 你想不想走一圈 你都走不完 對不對 所以你說反攻大陸 那跟我們台灣人什麼事 對不對 所以台灣人其實心裡面 也沒有要跟蔣介石去反攻大陸 那反攻大陸是誰加給我們 是蔣介石的中華民國 加給我們台灣人 那不是我們台灣人業力的 總之我講一個實話 我這邊做一個結論 中華民國從頭到尾都不應該來台灣 這樣子 我講一個結論 他不應該來的 但是我們講他不應該來 但是他來了 中華民國現在台灣的地位就是一個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 然後他什麼 人家說的錢科累累 錢科累累 所以人家都不會承認這個中華民國證 為什麼 因為他犯了國際法的重罪 他犯了很多罪 只是美國他還沒有說要怎麼來處理而已 他先給他放著 他就說等於一個囚犯他犯的罪之後 然後怎麼辦 都不要跟他正面聯繫 然後把他關在一個島上 關在一個島上 跟他流放 就把他流放在台灣島上 你知道嗎 像我們講一個地方 像英國他們以前就把罪犯 就找一個荒島 你知道嗎 就把他拚 拚在頭上 讓他自生自滅 那這個中華民國的這個流亡政府也是一樣 因為他犯了很多罪 那美國一時間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所以就把他放在台灣島上 把他流放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中華民國的政府 實際上是被美國政府流放了一個政府 他把你放在島 把你放在一個島上 然後他不理你 然後他也不承認你跟他的關係 他也不承認你說有什麼官方關係沒有 所以美國跟中華民國是不可能會建交的 美國政府跟中華民國是不可能會建交的 因為中華民國是被美國政府流放在台灣島上 所以他根本 我就講一個實話 他根本就不會跟他有什麼正常的官方關係 那你如果不懂你就去想一個問題 如果一個人犯的罪 在英國 在以前 那你要怎麼處理這個罪犯 絕大多數 因為那時候大英帝國很大 他就找一片土地找一個荒島 然後就把人放上去 然後就在裡面讓你自生自滅 然後遠離無滅 像一個國家就這麼來 就是澳洲 像以前會去澳洲上面的人其實都是罪犯 就在英國本土裡面 或是他的殖民地裡面犯的罪 然後因為他是英國公民 然後你把他處死的其實也 對不對 都是同一個血脈 這樣也不好 所以他們就找一個荒島 那就把所有人那些罪犯都運到荒島上面 讓你去開墾 那不然的話就是把你流放 那通常是流放 他也不要管你 他就找一個荒島 那那個澳洲就是這麼來的 那澳洲一開始就是英國政府在流放罪犯的地方 流放到澳大利亞上去 所以澳洲就是這麼來的 他是一批在英國法律下犯罪的人 所流放的地方 那一樣 中華民國就是犯了美國的法律被 美國放在台灣島上流亡的一群人 他把你流放 把你放在台灣島上這樣而已 然後給你吃給你喝 然後他也給你錢用這樣子 但是美國跟台灣不維持正常的官方關係 所以你現在中華民國的身份實際上是被 美國流放在台灣島上一批什麼 流亡難民 你看你有可能 不然你都說我是亞西亞的孤兒 沒有錯你就是亞西亞的孤兒 那什麼原因 因為中華民國犯了犯了重罪 你知道中華民國犯了重罪 就是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犯了重罪 所以你受連坐 你知道嗎 所以你現在這個中華民國這個招牌是黑的發亮 你看喔 美國的官方 從頭到尾都不承認中華民國 他的官方從來沒有在講ROC 沒有的 人家是在講台灣 這個ROC的招牌太臭了 做到都爛掉了 其實都誰做的 都國民黨的子孫做的 都做一些歐落無數 那比如說什麼江南案 台大那個數學系教授成文城的命案 白色恐怖 然後兩岸關係又搞得這麼的差 就在搞一些有的沒有的 然後又在美國裡面搞藍金黃 搞一些有的沒有 又跟中共掛鉤 所以整個中華民國的招牌 是不是黑到發亮 所以美國就不敢承認這個中華民國 真的是黑到發亮的這樣子 所以變成美國一個 他很痛的問題 你只要一講到中華民國 那美國官方的臉 不知道往哪一邊割 他也不知道怎麼 大家說中華民國他就頭痛 他也不想承認他 他不想跟他擺脫政府關係這樣子 因為只要跟他有官方關係 美國政府就很倒楣 所以他 美國政府不敢承認中華民國的官方關係 就這樣 你看喔 美國政府為了中華民國的問題就好 他把 你看喔 他把 你知道他把 自己惹得多臭你知道嗎 第一個比如說韓戰 韓戰我跟你講 結果 美國死的 六萬個青年 然後傷的大概十來萬 那為什麼會有韓戰 因為美國支持中華民國 蔣介石的中華民國 所以跟中國共產黨在 朝鮮半島上面打了一戰 然後美國 美國白白死了六萬 那個叫韓戰 韓戰就 剛一結束 繼續在打 哪裡打 夜戰 1960年開始 又繼續打夜戰 那 為什麼打夜戰 那跟 蔣介石要反攻大陸也有關係 那 中共很簡單 繼續給我打 所以又打了夜戰 你看喔 然後 美國 美國為了中華民國的問題 打了韓戰 打了夜戰 死了十幾萬的人 然後花了好幾兆美金啦 花了好多好多的錢 然後這個問題還是 無窮無 無窮無窮 也不知道該怎麼解決 所以因為 然後又剛剛我講的那一些問題 中華民國又在迫害台灣的人權 然後他在過去在中國的紀錄也非常的差 他的人權的紀錄也非常的差 然後又跟美國那些將領在掛鍋 在玩藍 就玩藍金黃 玩到美國整個都爛掉了 對啦那最後看到哇這個 我說這個中華民國真的很毒 不要 跟他脫離所有官方關係 所以幫你製造了一個什麼 台灣關係法 他把中華民國降格 他把他降成一個什麼 在台灣島上被我美國政府 流放了一個政權 然後他叫做中華民國括號台灣這樣子 所以你要記得 中華民國今天會成為一個流亡政府 實際上是誰的作為 是美國的作為 那因為美國被這個中華民國搞得很臭 這個中華民國是黑到發亮 那沒有辦法 所以他只好用模糊 用一個台灣關係法 讓台灣跟中華民國在這裡模糊 讓你所有人都看不清楚 為什麼 因為你要把他看清楚之後 他太醜陋了 你知道嗎 好像說那個新娘 你知道嗎 那個新娘很壞 譬如說我們就知道他很壞 但是他用薄蓋的 你不知道要漂亮 壞 那就是這樣 他就讓你朦朧美 看不清楚啊 你就讓他看不清楚 中華民國那個豬八戒的樣子 他就是不讓你看清楚 因為你一看清楚 你就知道 哎唷 那個豬八戒 我死掉了 所以他不讓你看清楚啊 所以這個台灣關係法 就讓中華民國跟台灣的地位 都模糊起來 然後越模糊越好 你們都越看不清楚 那我美國才能夠怎麼樣 慢慢的抽身 你想要說 我退到後面去 然後我才不會那麼臭那麼爛 哎 我問你啊 你看美國都一直在挺中華民國 然後中華民國都一直在摟抗 一直在摟衰 那你美國整個被他拖下水 所以美國也不要這樣子 所以他就有一個台灣關係法 把美國跟中華民國之間 政府的關係一刀把它斬 一刀把它斬開 原因就這樣 因為中華民國太爛 太爛了 我說中華民國很爛 所以在美國的官方裡面 人家根本就不承認中華民國 是什麼原因 因為他實在太爛了 爛到發黑了 然後黑到發亮 所以人家不敢承認這個中華民國 所以你看看 中華民國那批國民黨的人 在台灣做得多好 你看現在要讓他們罷免 他會怕孫子韓國也被我們罷免 我看那種人一定給我們罷免 你看看他的怕孫子都很壞 那都是蔣介石的子孫啊 那就是造孽啊 我告訴你中華民國 他本來就不應該來台灣 那時候 美國的孝蝦稱 就把中華民國接來台灣島上 然後 美國就發大財了 就是這樣啦 他就發大財 跟你們高雄一樣發大財 我告訴你就聽了 美國就很衰小 又打了韓戰 又打了越戰 然後 又跟那個中共關係搞得很差 就這樣子啦 就是這個中華民國 你現在中華民國 一天不把他捏爆 你美國 我告訴你 你不得好死的 我告訴你 你因為你有事 你就是要幫忙 將與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想不到 那一群人有什麼好幫的 國民黨的脫衣啊 大家都知道啊 你還幫一群土匪 難怪中共跟你好不了 當然啦 中共也不好啦 兩個都不好啦 其實你 美國要聰明 其實你兩個都不能幫 你國民黨也不能幫 你共產黨你也不能幫 你如果要幫 那你可以幫中國人民 你可以幫中國人民 那你不應該去幫那個土匪政權 實際上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台灣人喔 就應該 從我剛這樣聊 你就知道 我們台灣人的問題 是在哪一邊 這個中華民國這個流亡政府 不從台灣島上把他趕出去 你台灣你也不得好死 你也不得啊 你每天都在那 每天都在那 每天中共都要跟你武統 那其實你台灣人也要聰明一點 要把中華民國全部都掃掃出去 那是垃圾啊 那對我們台灣 台灣一點好處也沒有了東西啊 你要那個中華民國幹嘛 對不對 中華民國這個招牌 是國民黨拿來在台灣島上 騙吃騙喝跟騙幹的東西而已啊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騙吃老幹 那中華民國今天就沒效啊 在我們眼中中華民國 覺得今天很嚇壞啊 都在搞一些那些 有的沒有的啊 你翻開他的歷史 他有做什麼好事 沒有啊 來那我們台灣人的國際地位不正常 是這樣子啦 蔣介石切佔國民黨 然後國民黨切佔中華民國 然後中華民國再切佔台灣 所以杜魯門總統說他們一家都是誰 我要說這就是 這就是什麼 蔣介石國民黨中華民國的身份 他就是一群黑幫跟土匪 然後在中國裡面作案 做了很多壞事情 然後被中國人民把他趕來我們台灣 然後趕來台灣以後繼續幹土匪 然後就把台灣怎麼樣洗劫一空 比如說我們現在講的黨產就好 國民黨的黨產 那對不起那全部都是日產 好啊 國民黨人說的 想要抓一條南趴走來台灣料理 現在富可敵國 今天光 查他的復聯會 我要說才差400億而已 我要說那些冰山一角角而已 國民黨的財產 我要說至少一兆美金 一兆美金我絕對沒有低估 你知道嗎 絕對有這些錢 人家被 我倉 倉在國外 在我們島來都沒有個人的名下 我跟你說 我們現在什麼 立法委員 甚至要做過總統 以前都分到東山 這個黨 那個黨 那個黨產分的最多 最有名的是連戰 他們家都是黨產 那就是 以前國民黨過來台灣 之後霸佔台灣 之後 他把這些 財產說 大家分 大家分就沒多了 你知道嗎 你給一個人貪污 你就是貪污 如果所有人貪污 那就不叫貪污了 那叫合污 所以我跟你說 國民黨是一個什麼 共犯結構 他來台灣就是犯罪 然後讓所有人跟著他一起犯罪 你知道嗎 就是犯罪集團 你知道嗎 國民黨都在合污 啊 有錢大家分啊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都做了 做了 狗屁倒灶的事情 所以他整個招牌是又黑又亮 所以美國看這個不行 哇不行 全部都給我弄掉 所以美國政府跟中華民國切離政府的關係就是因為國民黨這一批太爛了 黑到發亮 你聽到好不好 所以才跟他切 切離這個政府的關係 因為他都全部在違法 啊 你也想要一個問題啊 你中華民國一違法之後 你最後都把責任都卸給誰 卸給美國啊 你就讓美國去承擔啊 對啊 你要是犯了罪 美國承擔 犯了罪 美國承擔 美國很倒楣啊 替中華民國打了韓戰又打了越戰 美國也覺得很衰啊 對吧 所以最後 美國就下了決心 跟中華民國脫離一切的政府關係 只剩下什麼 美國人民對台灣島上人民的關係 這樣而已 那美國就不承認中華 中華民國是一個合法的政府 然後就把你流放在台灣島上自身自滅 所以你就說你自己是亞西亞的孤兒 那你為什麼是亞西亞的孤兒 因為你以前都為了參與 所以人家美國把你流放 那沒有辦法 所以中華民國就在台灣島上被流放 我們兩千萬 兩千三百萬人民你也給我流放 中華民國如果流放你也給我流放 所以現在國際社會都不承認中華民國 也不承認台灣就是這樣 因為你把中華民國跟台灣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 那你也分不清楚 你現在所有的腦袋說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 那你死了 這就是政治戀獄 因為你中華民國跟台灣你切不開 你這樣意思嗎 然後中華民國又犯了重罪 那中華民國受罰 你台灣也受罰 你夠衰就這樣 所以我跟你說 台灣只有一條勝路 把中華民國跟國民黨 把它驅趕回中國 那我們台灣就沒有事情 我跟你說 台灣會有這麼多的問題 是國民黨跟中華民國帶來的 你知道嗎 那個都不是我們的問題 你就把國民黨跟中華民國都好 回到中華 台灣就沒問題了 我們的問題最少不減一半以上 我們把這個國民黨跟中華民國 這個外來的重點把它討好 像我們台灣比較單純 我們台灣怎麼分 都是我們內部在 對吧 都是我們內部的問題 跟中國沒有關係 跟中國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還沒在那裡 有一隻腳屎棍在那邊 你這個台灣你就不得安 然後又臭又爛 就這樣子 就是國民黨跟中華民國 所以我們台灣為什麼會有苦難 我講實話就是 蔣介石 國民黨跟他的中華民國 帶給我們台灣人的災難 災難 所以我大半八事之後 我說的是 對中華民國 對國民黨 對中華民國 那個英雄很壞 一直壞到現在 現在國家壞 現在只有更差 我現在對中華民國 對國民黨 對蔣介石這三個 我要說 是恨之入骨 沒辦法很討厭 非常的討厭 因為你越了解之後 你就越討厭 真的越討厭他們 真的 這個真的是垃圾 蔣介石 國民黨跟中華民國 基本上根本手 都只靠片而已 去蠔消息靠片而已 就跟韓國語他長一模一樣 就是靠片 靠片 靠片 靠槍 都做一些 人家說的 都做一些阿薩布魯的工作 不如他們什麼事都不要做 光領錢就好 不要 不要造成我們的困擾 你就只領錢就好了 你也不會造成我的問題 你 你要說領錢 你還要做 冠 你看 你現在冠還做得不好 你看 現在 我跟你講 高雄發大財 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 你就聽 那些人都是垃圾 廢物 國民黨那批子孫 蔣介石跟國民黨那些出的 都是垃圾 都只唯恐天下不亂 要做正義的事情 國民黨從我認識之後 從我懂事之後 在我的眼中 他們沒有對台灣人做 做什麼 做有貢獻的事情 幾乎沒有 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我自己看的都很壞 所以我也對國民黨的印象 真的很壞 你如果在正常 你看國民黨的作為 真的是 真是 那不就是詐騙集團 你知道嗎 對國民黨的印象很壞 我小時候就覺得 開始辦事之後 那國民黨給我印象就很壞 你剛剛都給我騙 對啊 做要有的沒有的 對啊 我認識國民黨一定超過幾十個 對啊 我跟他下一個人 這些無論 好像扣騙扣唱 就是這個啦 大宗自政啦 扣騙扣唱啦 強盜 強盜國家 黑道發亮 所以被 被 美國把他放逐在台灣島上 成為一批流亡難民 那你如果中華民國流亡 你台灣也流亡 你知道意思嗎 你就被他黏住了 你隨便 你叫他扣到 你叫他扣到 美國叫中華民國害到多少錢就好 這個 中華民國不只害美國 他也害我們台灣呢 所以我跟你說 現在 美國 跟台灣人民要聯手起來 把國民黨跟中華民國消滅掉 時間到了 大家也看到中華民國都在那裡做的 有的沒有的 他沒有一樣搞好的 就是只有 人家說 人家說這主隊友 世紀人不放假帥都這些 就是這些 我現在說的是 大宗自政這些 世紀人不放假帥 把我們台灣害得這麼慘 也把美國害得這麼慘 也把美國害得很慘 所以我告訴你 一件事 美國再來 他一定把中華民國在台灣 全部都慘住 國民黨一起都慘住 我不會跟你騙 這是毒流 這是毒流 你知道嗎 很毒 這還流下去 對台灣很壞 對美國一點好處也沒有 這是我們的重流 台灣的重流 然後他也是美國的重流 一樣 他只要是台灣的重流 他也會是美國的重流 什麼原因 因為美國今天在占領跟托管台灣 所以台灣如果有問題 其實就是美國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 國民黨跟中華民國是個重流 那是不是美國的重流 也是啊 所以他一定把中華民國跟台灣 我們整個抓住 我不會跟你騙 現在我跟你說 美國政府官方跟人民 我現在很討厭共產黨 討厭共產黨 他一定會討厭國民黨 因為國共一家親 他們的腳趁都黏在一起 他們是兄弟黨 黃埔軍校就培養了國民黨 也培養了共產黨 國共一家親 所以現在美國很討厭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一樣 他一定也很討厭國民黨 我不會跟他騙他也很討厭 我說因為我本來就很討厭國民黨 然後共產黨也一樣 那個整個印象 從小說到現在都一直都不好 我就很討厭國民黨 然後當然共產黨 我的印象也不好 但是畢竟共產黨他沒有造成台灣人直接的威脅 他是自己恐嚇的 那造成你台灣直接的威脅的是誰 是國民黨這批的 這是台灣的威脅 然後一批私利爬壞的 就是國民黨 這樣我說你就聽到了 所以我們台灣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 蔣介石切讚國民黨 國民黨又切讚中華民國 那中華民國再來切讚台灣 那台灣就衰小 那你現在中華民國台灣的黏 那你中華民國你黑到發亮 那你台灣也跟著臭掉 就這樣子 你整個黑到發亮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你現在中華民國跟台灣做的六歲 所以我說一件事 你現在台灣跟中華民國切割 你要跟國民黨斷解一切往來關係 這樣就對了 對啊 所以現在 AIT可能下命令 要把國民黨跟中華民國消滅 這個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這背後有一隻手在動手 那下令把他殲滅 他叫民進黨把國民黨殲滅 長就好了 長小英你開幕的時候 很簡單 六歲六的把他動起來 給韓國以罷免 我就是他這樣做得對 那個人那麼爛 韓國以被消滅 就是國民黨被消滅 然後國民黨被消滅 就是中華民國 你要拔來就比較輕鬆 因為從台灣把他拿掉 不管如果認為 中華民國先要把他消滅掉 然後第二個要消滅的是國民黨 那才是對我們台灣人好的 我們台灣人民 慶齋亂租也比國民黨更好 隨便亂組一個黨 也比國民黨還要強 我講國民黨就是爛到 對不對爛到發窗 就是這樣啊 你慶齋租一個黨也比他更好 你這個 路邊那台灣人民慶齋QQ也比國民黨更好 我告訴你 那一批人都不行 好 那蔣介石中華民國 國民黨政府 非法竊佔台灣 對台灣招來國共內戰的橫禍 是台灣國際地位不正常的權 我跟你說就是從這邊來的 我們講事情要講最核心的原因 但我們到底台灣為什麼今天變成這樣子 就是非常簡單 三位 蔣介石 然後第二個他的國民黨 還有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就這樣子 很簡單 這三個而已 這三個都鄉手 蔣介石 國民黨 中華民國 兇手 然後還有 他也在抗美案裡面成為被告 中華民國也成為被告 成為美國政府的那個什麼 他要處決的對象 他現在就是要處理中華民國 你中華民國一處理之後 如果國民黨不會被處理 會啊 那究竟在條約裡面有講 美國對台灣有最終的處分權 那美國在處理中華民國的時候 不會順道把國民黨摘了 一定會啊 所以現在可能AID那邊下命令 你跟蔡英文說你把國民黨見面 不要讓到火了 就是這樣啊 這是美國的策略性 美國對台灣非常了解 他們也知道問題點在哪裡 那即使像我 我對政治有在關心 我也知道國民黨跟中華民國是台灣的危害 這是一定的 這種事情齁 你用膝蓋下去想你就知道 所以齁 對台灣比較關心一點都知道 國民黨跟中華民國 不能再鬧 先把這兩個都把它 好好好 台灣就剩下 台灣跟美國的問題而已 那就比較好談 那本土台灣島民因而喪失 我們自己的什麼 國際法合法的台灣 我們的政府都變不進行 我們都沒有政府 因為中華民國政府不是合法的政府 他是在台灣島上的一個流亡政權 那美國也不承認他 所以我們就需要一個什麼 國際法合法我們台灣人的政權 要合法的台灣政府 我們不要蔣介石 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政權 我沒有的 我們不要那種政府 然後還有台灣人 你的合法國籍 你政府哪合法 你的國籍哪合法 那你台灣要走出去 國際社會你就比較容易 那就是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是我們的核心目標 就是要有台灣一個合法的政府 還有我們要恢復台灣人的國籍 不要在那邊錯亂什麼 我是中國又是台灣人 你會有說我是美國人 然後我也是德國人 沒有那一種人 你是美國你就美國 你是德國你就德國人 沒有那個我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 沒有那種人 你如果要你就好好的去當中國人 那你如果要的話 那你就好好的當台灣人 所以你要兩個選一個 你要當中國人 你還是要當台灣人 你要講清楚 那你那比中國難民 你要回到中國 那你就回去吧 飛機票很便宜 一萬塊而已 你就飛過去 你就統一了嘛 有什麼困難的 那這是我們台灣國際地位 不正常的主因 然後我們講 這個自由時報的東西 說美直升台灣外交部 我問你第一個問題 我們台灣有台灣國嗎 還是台灣國政府 還是台灣政府 還是台灣政府 還是台灣共和國 我們什麼都沒有怎麼會有外交部 我們如果說有的話 只有一個中華民國的外 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部 這個我知道有 那中華民國的外交部在哪裡 在總統府大門出來的 有所邊那一個外交部 那個外交部放在那裡 那個我有去過那個我認識的 那個有 所以我們只有中華民國的外交部 沒有什麼台灣的外交部 這個本來就有問題 然後還有台灣關係法 裡面它也有規定 美國法律中有關維持外交關係 或承認的規定 不論民事或末事 均不對台灣使用 他已經有跟你講了 我美國跟台灣不會保持任何外交關係 他已經跟你挑釁了 那也就是說 美國跟中華民國它也不會有外交關係 也不承認你的是一個 合法的政府這樣子 那只是一個民間關係而已 民間關係就是人民對人民之間的關係 所以你現在中華民國政府實際上在美國政府的眼中 實際上是一個人民團 是一間機構 是一間公司 是一間公司 那個在台灣關係法 第十條叫台灣 我後面會講到 我後面會講到這個問題 然後還有你看 你看 我們有一陣子 在歐洲去旅遊的時候 或是唸書的時候 你拿這個 你看喔 你拿這個 中華民國台灣出去 你喔 你喔 會被看成你是中國的 你知道嗎 你日本的中國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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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害了你就會懂我 你什麼意思喔 就是說你這個中華民國 你用在台灣一點好處就沒有 一點好處也沒有 只有壞的 好的都沒有 那現在中國在六歲了 現在你如果拿中國出去 你會被全世界給你排擠 我說 現在 現在大家可能會反共 那 反共可能又反中 我告訴你 那是念的 所以你現在如果用中國 我說你認為你會怕什麼 因為中華民國 你就害了中國 就是 對不對 我說中共現在是 黑到發亮 黑到這個招牌黑到發亮 那一樣 那你這個中國你也是黑了 所以你現在用蔡英文 如果一點好處就沒有 那蔡英文一樣 他說 台灣也是獨立國家 叫中華民國 台灣就是怪怪的 那你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 那是兩個都不是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你又把台灣捲入中國裡面 那人家美國政策叫一個中國 那你也黑了 那你正如說你現在 你現在台灣 你要和中國政府統一 你黑了 對啊 對不對 那因為美國有一個中國政策 啊 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你不要跟他統一嗎 所以他就說 老共的人叫你說 欸來來 中華民國來跟我統一 你 你要叫中華民國的嗎 你也要跟他統一啊 那就是這樣啊 所以你叫中華民國 那國民黨就是共產黨 然後他也是民進黨 那他們的屁股都連在一起啊 其實你說民進黨會有辦法 大家看著辦吧 他也不是很好 他也不是很好 我跟你說 這個我都不滿意 因為他都不正常 你如果這個中華民國這個帽子 你不把它摘掉 你這個人看起來 台灣看起來就是怪怪的 你怎麼看你就是怪怪 你這個台灣怪怪 你都很愛中華民國 你沒有中華民國會死 這樣就對了 你幹嘛一定要用中華民國 我就搞不清楚這批人 這批人就是在騙的 都詐騙集團 那他切到拐拐拐 什麼台大法律師處理 都做詐騙集團 都剩這種的這個 這都台大的 欸 現在跟我們害的都台大的 那切都拐很高 都拐律師的在騙 對啊 什麼意思喔 所以現在 如果在中華民國就是 你訓練詐騙集團 出來就是 你騙人民這樣 你知道嗎 啊 他的教育都有問題 所以出來的人都有問題啊 全部都在騙人啊 都拿假的東西在騙人啊 就騙你台灣人啊 說你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啊 對啊 讓你台灣人在那裡在那裡混亂啊 在那裡亂啊 在那裡亂啊 都什麼人啊 他要切拐很高的跟你騙的 為什麼 他也叫你騙 他說騙了 他說騙了 他出來騙人民啦 因為 學校的教育就是這樣教 我們的教育 這個 中華民國是一個詐騙教育 他就在騙學生啊 這個 學生啊 這個學生啊 叫他騙到大了了 做老師也出來騙 一樣 你這些名字都假的啊 所以你想中華民國這個詐騙教育出來的人 你都有問題 尤其是唸什麼 唸歷史 唸法律的 那個全部都有 或是唸新聞的 這個 腦袋可能都壞掉 每天在那裡洗腦 就中華民國那個 一直給你洗 一直給你洗 你洗到你頭都破了 那個中華民國給你加的那些名字 全部都假的 那就是要給你混亂 要給你錯亂 神經錯亂 對啊 那些人出來之後就你騙 你拿那些名字你騙 對啊 騙到後面就跟蔡英文說的這個啊 台灣也是獨立國家 叫中華民國台灣 你不覺得很質疑嗎 啊 他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 啊 你如果說台灣也是獨立國家 他就叫台灣就好 那幹嘛 幹嘛還補一個中華民國 對不對 這個燒肉店啊 你說台灣獨立啊 你蔡英文你講的啊 啊你叫台灣國就好啊 啊你說不是 你說 你說我叫中華民國啊 幹這有病啊 啊怎麼看這就不正常的國家啊 這就一定會說過 這國家不正常 對啊 就是這樣啊 啊你說獨立的嘛 你說 蔡英文說的 說 台灣是獨立國家啊 啊你 獨立國家 你還補一個中華民國啊 你就鼓勵 你就獨立國家 你叫台灣就好啊 你敢也補他啊 化蛇天竹嘛 對不對 這也有病啊 你是不是都有一些 騙匪的 中華民國訓練一些騙的 要給我們騙這樣而已啊 我騙到報酬我也不順 我是真的報酬 他是這個報酬 這個報酬好像有問題 這種報酬好像有問題 我這真的 你看就說 啊你說說 台灣是獨立國家 你就叫台灣就好啊 你敢也說什麼 中華民國台灣 這是三小 喔 我 美國 也是獨 獨立國家 叫 加拿大美國 啊你是加拿大美國 這有病嗎 這怎麼看都有問題啊 你知道嗎 這是邏輯上的問題 你說台灣獨立嘛 就叫台灣就好了 啊不理台灣國嘛 不理說台灣政府嘛 不理台灣共和國嘛 對不對 啊你說不是啊 你又補一個中華民國台灣牌 這就是有病啦 你看 這也說 打到報酬啦 啊做到總統啦 連他的國家什麼 什麼效益 他就分不清楚啦 你看有可能喔 可能喔 啊 那實力是什麼 蔡英文自己說的 他說 這個中華民國 他是一個流氓政府 這就對了 你知道嗎 人家說 換了屁股啊 然後就換了 人家說 人家說 換了位置就 換了腦袋 當他還沒有當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 他講這個流氓政府 啊如果去那時候 當他做總統 他就說 台灣是獨立國家 啊再來 他叫中華民國台灣 啊 你自己想你就怪怪 你就怪怪 啊 你如果說台灣 你如果說真的台灣是獨立 你就叫台灣就好了 對不對 啊 所以我們就說一個問題 這就是我們剛才一直說的前提 你持有中國的身份證 是美國人嗎 你拿這個中華民國的國民 是美國人嗎 我問你是英國人嗎 啊 是日本人嗎 最後再問你一個 啊 這是台灣人嗎 不是啊 這不是台灣人耶 這是在台灣島上的一群難民耶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你拿中華民國身份證 我告訴你你就是難民 什麼人跟你害的 我剛才跟你說過 蔣介石 國民黨 跟他的中華民國 啊你要對他生 你要去做他的共犯結構 就是這樣而已 說得簡單 你要對他生 現在你就要對中華民國生 啊 他如果死 你就對他去死 這樣啊 啊他現在 中華民國跟台灣 黏的 現在中華民國要死 你現在台灣 你敢去對他去死 說得簡單的就是這樣啊 所以你現在 台灣要跟中華民國切割 要跟國民黨 跟蔣介石他們切割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你現在台灣這麼晚 不然你看你這個 中華民國跟你黏的 你看你就流亡政 蔡英文說 你就是流亡政 流亡政權 沒有錯 這是真的 真的是流亡的 這包括 李定輝 丹水秘 跟蔡英文 都要跟你證明 這三個都我們本土的台灣人 他們都做過中華民國的總統 你問他們就好了 你喔 頭前給他問說 欸 你怎麼去做中華民國總統 現在中華民國真的是不是流亡 他會跟你說 他如果跟你說是 他會跟你說是 他是流亡的政權 有問題 你就好好去想 你拿這個中華民國的國民身份證 你好意思說你是台灣人 你拿這個中華民國的國民身份證 你拿中華民國的國民身份證 說你是美國 說你是日本人 說你是英國 想問你 你拿這張是台灣人 你知道意思嗎 你是躲在台灣島上的一群難民 你是躲在台灣島上的一群難民 那是美國台灣關係 我後面再來講這個 我後面再舉 大概第三章節 第四章節再來講這個 皮包紅台灣的問題 那所以各位已經看出來台灣的國際地位的問題 你的國際的錯亂 還有你這個政府的錯亂 有沒有 蔡英文說的 中華民國是流亡的 你的政府有問題 還有你拿這張新聞證 他是流亡的 他是難民 所以你無國籍 所以這就是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的問題 對啊 啊這是民主宣公民在裡面說的 你的國際有問題 你的政府有問題 那是不是說得對 對 百萬一百 這是我們台灣國際地位問題的 什麼最核心點就在這裡 這是我們的負獎 我們常用的負獎 Republic of China 你持有中華民國的護照 法律上是台灣人民嗎 啊你如果不是台灣人民 如何代表台灣政府的關係 所以你如果說一下 你如果拿到這個中華民國 你好意思說你是台灣 台灣官員嗎 還是說你真的是台灣人 還是你是台灣人 還是你是台灣政府 啊 啊我這裡國外投英文 我不都目銷 Republic of China跟台灣 我如果是一個美國人 我會分不清楚吧 我就一看你這個 Republic of China 那就是 Eco Taiwan啊 跟台灣不一樣啊 怎麼會一樣 你如果在 美國人面前 你跟他說 Republic of China Eco Taiwan 他就覺得你這人有問題 就是 你把我們給中國 會Eco Taiwan 會議台灣 你用英文你把它黏一件 你覺得會燒打電啦 那就是對了 為什麼 中華民國就是 在台灣島上的一個流亡政權 流亡政府啦 蔡英文自己說而已 是不是真的 真的啦 真的是流亡的啦 這是主要的問題 在台灣島上的一個流亡政權叫中華民國 這就是現在 現在我們在說的中華民國括號台灣 中國不是台灣 各位應該分得清楚 中國不是台灣 大家分得清楚嗎 你就不要叫國民黨和民進黨跟你騙 那都一樣都是詐騙集團 國民黨、民進黨、共產黨其實都一樣 這些人都沒有老實 都是詐騙集團 只是說 一個比較好一點 一個比較不好的 一個比較不好的 一個人說你比爛的 一個比較不好的 其實全部都是那種爛貨 所以你這分得出來 中國跟台灣是不一樣的 你用那個 你如果這個什麼 中華民國跟這個台灣 你如果分不出來 麻煩你英文跟什麼 你都說 Republic of China 要不一樣的 不平衡去台灣 你就看他出來 你給他看 你巴的貨不會等於台灣嗎 你給你看這個英文又不一樣 怎麼會異侯 那實際上是中華民國是流亡在臺灣上面的一個流亡政權 所以我跟你講 不是中華民國等於臺灣不是 那是他給你騙 所以他們那些人一開始就要給你騙 你知道意思嗎 他們那些詐騙集團 迪估的就要給你騙 他就先給你揚 先入為主 這就是怎樣怎樣 人家說的子入圍嘛 你知道嗎 他就把一些樓下砍出來 說的直接買 直接買 直接是買 子入圍嘛 就是把一個人出來給我揚 這個人頭的錢 跟他講也行 你知道意思嗎 他都這樣啊 他連省都不省 連炒都不炒 他就親給人家說的 那個什麼 那個 做菜的花狼菜 他想說 這個做菜 你拿起來 跟他講也行 你知道意思嗎 那叫殺人滅口 你知道嗎 先生奪人 料要殺人滅口 這就是中國人慣用的數量 所以這些人其實很爛 很爛 就是這樣 他們要害一個人 就是什麼先生奪人 真把你揚 揚揚 揚揚 再來之後怎樣 跟你們講也行 就是這樣 連插都不用插 直接跟他煩揚 像這樣 所以我說他們中國人 第一句話出來就在騙 他要先把那個定義 把你揚揚 你知道嗎 那讓你揚揚之後 他看你 看你 看你 叫他洗下去之後 他就把你滾下去 你知道嗎 你如果第一句話 叫他騙你過過來 他又要把你揚整湯那樣 就是這樣 所以你怕喔 中國人 如果要跟你騙 第一句話就跟你騙 嘴巴鬼就跟你騙 那就是中國人 現在 李英傑怎麼說呢 這AIT的處長 他說 我們的中華職棒 你現在要改名做台灣職棒 這個Chinese誤導求名 對啦 有沒有 啊這個中華航空有沒有 他也說要改名 對啊 現在你如果製作沒有揚揚 我告訴你 你如果現在 現在中國人跟這種斷行 你這個法洋出來了 都沒辦法去 我跟你說 你的股票越來越大了 所以我告訴你 你現在一招 如果整個都要改了 你在台灣都要改掉了 啊這個美國你主導的啦 再來世界衛生組織律師 對台灣國際地位的法律見解 啊這人有說過喔 世衛重生一個中國 你想 如果你要批來你死了 你中華民國的任務就是 在美國人說 你要回去跟中國統一 你要去和解 你要去統一 反正我不管 那叫做一個中國 所以你現在台灣跟中華民國 你就害了 你這個 中華民國台灣 你要去跟阿共和統一 因為你是流亡政權 流亡的啦 你要跟人統一啦 人說好了 你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啊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要回去統一啦 啊所以這個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 他一定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 然後他 那是他們兩個的事情 那是他們兩個去說 所以叫做一個中國 然後還有一說 聯合國大會第二期五八號決議 即世衛組織第二十五之一號決議 僅處理中國代表權問題 並未觸及台灣 此兩決議並未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 代表台灣人民權利 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利 所以這現狀也是事實 我們怎麼說一件事情 中華民國何時擁有 和國際法的台灣代表權 問你啊 你中華民國你有沒有擁有台灣啊 你怎麼擁有台灣 你國際的法律文件上面 我們以前有講過的 他不擁有台灣 你是在台灣島上的一個流亡政權 所以你怎麼會有台灣的合法代表權 所以中華民國實際上 你如果說以流亡政權來說 他是不能代表台灣的 所以中華民國對台灣是沒有合法代表權 所以我跟你說 你要用台灣的民意交入世衛是不可能的 或是說你用中華民國的民意 你如果用中華民國這個政府 要用台灣的民意 要借格上市 要擊敗什麼世衛 WTO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問題是在你這個中華民國是一個非法組織 規法在阻禁 所以你這個中華民國的非法組織 你怎麼改名的 你也不可能就地合法 你現在是一個非法又流亡的組織中華民國 怎麼可能在國際社會裡面的一個 國際社會組織裡面讓你就地合法 我是覺得說 那是天方月潭的事情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現在跟你說給親 說給親做 你如果中華民國沒有拿到 你台灣應該沒有拿到進行 所以你這個中華民國現在是台灣怎麼下架 先把它下架掉 然後讓美國去對全世界說明 你台灣的國際地位 因為台灣要重新讓美國定義一次 然後它用法律跟全世界說明 台灣就叫台灣 它不叫什麼中華 如果這樣還在街上台灣 這裡有一條死 所以你這個台灣就是要什麼 叫台灣不要再怎麼用中華民國 你如果要用什麼中華民國 你怎麼飛你就飛不去 還有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下 兩千萬 兩千三百萬中華民國國民 它是台灣人民 我跟你說你拿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你不是法律上的台灣 你如果這點你最有 你就知道我下架了 我拿這張是什麼 對來流亡難民 你在台灣島上流亡 你自己在你自己 做什麼土地的土地的流亡 那什麼人跟你下架 中華民國 和他州的國民黨的中華民國 跟你下架 你說台灣你也不是什麼國家 所以他很清楚 人家老共也很清楚 你不是國家 現在華春瑩就說 你現在中央政府已為台灣地區安排好 好嗎 你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就是我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現在中華 你現在 台灣就成為我中國的一個省 對呀 你就降機做姓 所以人家就說 人家華春瑩就說 你中央 我們這個 中國的中央政府 我一定為你中國的台灣地區 給你安排好 你如果要進去WHOX 你會投過我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 你會投過我 所以 你看看 這就是一個中國政策 你還在北海裡面就死了 亞太 駐親 史達偉 他說 不稱台灣是國家 他說 信守什麼 一法 三公報 就是 台灣關係 跟什麼 三個公報 叫做一法 三個公報 那三個公報 裡面就講到什麼 一個中國政策 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 所以你現在台灣 你現在台灣這個中華民國的政府變得不效 要讓國際社會不承認一個什麼 難民組織 難民組織 那美國非常清楚 德官員 戰台灣 抗議成果 稱主權國家才能加速 是不是 你跟他說什麼 你中華民國過後 台灣 你要去那些示威不可能 他說 不好意思 你要是一個合法的主管國家的政府 你 你 台客合法進來示威 你現在國家的問題 你是要怎麼去 第三章 中華民國國民 是中國難民在台灣 不是法律上的台灣人 就是這個 我們以前的新聞前後 中華民國有沒有 台灣算 你才台灣才變成中華民國一個省 你這個 中華民國 你如果按照美國一個中國政 一個中國政策來講 你要等於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 所以人家畫出你就講得很好 我們 中國的 中央政府 他已經為了你們台灣 台灣地區的人民 我都給你準備好了 剛剛看到那一則新聞你就知道 那個叫做一個中國 所以我就跟你說 你如果一個中國我給你嚇一 我說 你這個中華民國 你雜盤要跟老共同一 不然他也跟你沒完沒了 好啦 我們說這個 中華民國我們以前說過 什麼叫做中華民國台灣省 那就是我們以前 他以前對我們台灣人說過 台灣是復興基地 你 你就是要反攻大陸 解救大陸 苦難同胞 那也跟你騙 就跟你說一些 配話 什麼 一年準備 兩年反攻 三年掃蕩 五年成功 說那些有的 反正要叫你 叫台灣人去反攻大陸就對了 這就是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在台灣的什麼 政治目的 他就是要反攻大陸 因為這個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流亡政府 這個講戒指也很清楚 那我流亡那我怎麼樣才有一條活路呢 很簡單 我如果有才條跟中華民國 又反攻大陸 這個中國大陸 我把這個中華民國還給我贈起來 我就可以反攻大陸 我這個中華民國就變成什麼 中國的合法 合法政權 那當然 後來就死 他的臨力購明都不不上 要反攻大陸也不可能 然後說完都 我覺得是一個騙局 反攻大陸是在騙的 也你跟美國騙 你又發大名 你如果說真的會反攻大陸 你在東北 你在東三省那裡 你就要反攻大陸 你就要反攻中共 你如果說真的會反攻大陸 你在北京戰役的時候 北京戰役的時候 你也要反攻大陸 是不是 或是說你在上海保衛戰的時候 你也要在上海反攻大陸 對不對 你最愛又騙起來了 你也要在南京 重慶來那邊反攻大陸 你也是沒有反攻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在 南京一騙起來了 整個中國就都等掉了 對不對 那你整個那個 你把美軍都把你帶來台灣 你真的還有能力反攻大陸嗎 不可能了啦 你如果要反攻有幾個機會 那你反攻大陸幾個機會 都不成功啊 你就是 你走來台灣之後 你覺得還有機會 對啊 今天沒有機會了 好 第四 中華民國台灣不是國際法合法的台灣政府 好 我們台灣實際上的國際地是這樣的啦 金門跟媽祖啦 金門跟媽祖 水於這個中國的土地 他也水於中國民國的土地 這就是要回到中國 所以他們這邊都水於中國的土地 我們這個 浮河摩塞和澎湖 水於什麼人 水於日本體狼 日本體狼 所以我告訴你 我們如果不前來 我們的國家叫什麼 叫台、日本、地國 你的國際叫什麼 叫日本、成名 日本、成名 這就是本土的台灣人 所以我告訴你 我們現在 這個 台灣上面蔡英文 這個流亡 流亡政府 他有關到中國的土地 金門跟媽祖 他也有關到日本體狼的土地 就是這個 浮河摩塞和澎湖 所以我們這個 台灣 我們現在這個 政府 會在關的土地 剛才關到日本 和關到美國的什麼 關到日本 和關到中國的土地 這時候我告訴你 因為我們台灣 剛好在那裡 中國 跟日本 剛才的交代 所以我們剛才 這個政府 蔡英文這個政府 中國剛才關到什麼 中國的土地 跟關到什麼 日本的土地 日本體狼的土地 然後在上面的一個什麼 流亡政權 流亡政權 所以我告訴你 這一種國際局勢 絕對不可能直接就地合 就地合法 然後 中國 日本跟美國什麼 我跟你講 他會為了台灣 台灣問題在這邊 爆發戰爭 所以我告訴你 蔡英文的那種政府 絕對不可能直接就地合法 你如果他就地合法 然後 這就是我告訴你 這大堆的戰爭 你怎麼會出問題 所以 我們台灣的問題 實際上是美國總統 跟本土政府 這樣可以處理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 我們台灣的主要 這麼高是美國總統 所以美國總統 他們自己要來處理台灣的問題 你這什麼人 你要改都沒辦法 因為你改不要一要 把變動 會世界大戰 那美國沒有說 不想為台灣世界大戰 所以一定把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再來 這個中華民國國民是中國難民 不是法律上的台灣人 我前面 我已經拿那個新聞 是跟你說的 你拿中華民國身份證 你是在台灣島頭上的中國難民 就是你原主地是中國人 就是你不想做中國人 你都來台灣的這種的中國 叫做中華民國的國民 很簡單 你是台灣島上的中國難民 那叫做中華民國的國民 你不是台灣人 你不是台灣人 你也是屬於中國 所以 你們都要辦台胞證 那個台胞證什麼意思就是 我中華人民共同國 我給你看作你是我們中國人 我給你視同是中國人 所以讓你用台胞證 所以各位要非常的清楚 我會說 我們現在我們有一個台灣關係 我會說過 那個台灣實際上是 美國總統的軍事佔領 台灣世界上是美國總統的獎名 所以不管如何 你現在台灣叫美國總統給你獎名 給你獎名 你是美國政府的獎名 因為 你台灣是美國總統的獎名 他以前請教會國民黨的中華民國 這幫人來盜告台灣 他有一個中美共同防疫條約 他就叫中華民國來台灣協助美國保護台灣 他的意思是這樣 他就是中美共同防疫條約 他就叫中華民國 韓戰和亞戰 整個都打 整個到這裡有關 就是 美國去幫助中華民國 整個 美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在那裡鼓鼓地 一直到1979年後 他就叫中美建交 就是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這個問題才改關掉 所以 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招牌 黑到發亮 炒太黑了 所以最後美國政府才不承認中華民國 我們現在這個中華民國 我下一次再講詳細一點 在台灣關係 台灣機構那邊 我們再講詳細一點 我們現在這個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不一樣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他的法律性質叫美國把它換掉 以前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是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他是中國的合法什麼合法政權 在1979年中華民國的系列 台灣關係法的性質改變 他說他叫做台灣關係法第十條的台灣機構 什麼叫台灣 什麼叫台灣機構 台灣島上的一個什麼 政治機構 這個政治機構 你如果聽不懂就是一個難民營 難民營 他的名字叫什麼 他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他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那個叫做台灣難民營 然後他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他一個難民營 他為什麼是難民營 他為什麼是難民營 因為這些人都沒有國際 都無國際 都無國際 你都無國際 他都受美國政府的保護 像你的保護 所以你看你無國際 又是美國的保護 你是不是難民營 這我不能告訴你 所以你這個中華民國 台灣現在就是一個什麼 難民營 現在就是要把你台灣國際地位正常 要把你整個都改掉 要把你改做什麼 要把你改做台灣政府 日蜀美戰的台灣政府 要把你恢復你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的話 蔡毅宇說要把台灣民國收掉 我要修憲三國家統一 再來蔡毅宇說 配合基金政政 本來要把他刪掉 再來廖毅他把他整個都帶起來 這應該也是美國的意思 我們想要EUSNC TCG的台灣政府 這是什麼合法的台灣治理當局 我後面那幾章 我再講清楚一點 針對台灣治理當局的部分 美國的美國軍事當局 EUSNC 台灣 Authority EUSNC TCG 台灣政府才是合法的台灣治理當局 戰爭及佔領至今未結束 美國總統及軍事政府 是台灣的治理當局 現在說一件事 在戰爭法裡面 在佔領地應該先設軍事政府 那台灣被美國總統佔領 所以應該設立美國軍事政府 那美國軍事政府要預留 為了當地人民的什麼 他的被管理權 就是說他要被妥善管理 所以他要在當地人民當中選拔一批人 來成立什麼 當地人民的政府 佔領地人民的政府 台灣是美軍的佔領地 所以要成立什麼 佔領地台灣的什麼 台灣民政 我們這個美國軍事政府 加上台灣民政 就是我們這個什麼 佔領地的政府 的合法政府 叫什麼政府 叫台灣政府 這是美國的規定 他說美國軍事政府加上台灣民政 所以我告訴你這件事 今天戰爭還沒有結束 各位不要開玩笑 事情還有嚴重 所以大家要守法理 你不要去觸犯這些相關的法律 我們來講 這個舊金山條約裡面 說美國總統是主要佔領全國 那個第二條 舊金山條約第二條 裡面有講到什麼 日本放棄對台灣 澎湖群島的一切權力 權力名譽 要求的 日本國政府 這裡的日本是日本國政府 就是安倍晉山這個政府 放棄台灣跟澎湖的管理權 他不是說 他不是說被他處理 他在這個 舊金山條約第四條的B 有說 日本承認前述第二條 與第三條中 美國軍事政府對日本 與日本國民 財產處分的有效性 比如說 美國軍事政府 他可以來處理 台灣的問題 而且他有處分權 然後第二十三條A 他有講過 主要佔領全國是美利堅合眾的 就是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現在法律上 還在折領我們台灣 這舊金山條約還在生效當中 還在生效當中 所以我說 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什麼呢 美國總統 然後還有什麼 這個 我們就講到一些問題 這個美國的再來協會 那因為台灣關係法實施之後 之後 這個 中華民國政府 他本來是 叫美國軍事政府委託 把他當作台灣的第一黨國 你可以合作來管理台灣 之後他看這個辦法不可以 他犯了那麼多錯誤 然後還有他被取消國格之後 這樣美國政府就說 這樣不行 那我要設我美國政府的代表 啊由 美國政府的代表來設 來什麼 來設立什麼 台灣未來的政策 台灣未來豐盈的政策 就是什麼 都AIT在設定的 那這個AIT就代表美國政府 在台灣這一群難民機構上面 當什麼 當船聲筒 就像這樣 美國政府的政策都會透過AIT 然後AIT會對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發號施令 說你要怎麼做怎麼做 你要配合美國 那這個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就要配合AIT的動作 那AIT叫他翁東 他就要翁東 AIT叫他翁東 他就要翁東 他就要翁東 他不可以反抗 那這就是美國在來協會 我以後張姐我再提美國在來協會 我還相關提到美國在來協會的身份 那這個美國在來協會最後就是要做台灣政府 美國在來協會在AIT會轉型成為我們的台灣政府 我們的台灣政府 那就是我們現在回去做的 還有一個就是台灣 台灣機構 那個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我說本來是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那後來美國 美國給他怎麼變更性質 他在台灣島上面建立一個什麼 那名義叫做台灣機構 跟以前那個中華民國是一模一樣 那他說他把那個 他把那個copy一個中華民國流亡 流亡政府 把這個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把這個番號把它取消掉 他的國格都把它取消掉 對 都跟他說你這回中華民國的這個什麼 這個五大常任理事國中華民國 我跟你說 你現在法律上的性質都變 你都變成什麼 台灣機構 在台灣島上的什麼 政治機構 你如果聽不懂 就是台灣島上的難民民 台灣島上的難民民 然後他的名字叫什麼 中華民國 那就是我們說的中華民國國號台灣 所以我們這個 中華民國跟蔣介石的中華民國 是不一樣的 所以人家說 中華民國不是中華民國的中華民國 請問看看你 他的法律的性質做改變 所以我們這個中華民國 跟以前那個 中華民國的中華民國 不一樣 以前以前那個中華民國 是國際社會承認的 這是五大常任理事國 我們之後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 是全世界不承認的中華民國 他是什麼 台灣的難民民 這 這台是什麼人做的 美國做的 他把中華民國 把它降格 成為一個什麼 難民機構 一個難民營 那個實際上 中華民國都跑到哪一邊去流亡 走到美國 那叫什麼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那就是這些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流亡在美國 我們台灣 台灣 我們台灣這個叫什麼 叫台灣機構 就是台灣島上的什麼 難民營 叫做什麼 台灣機構 這就是台灣機構 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 各機構 依據美國法律授權或要求 由這一機構接受上述事項 此一機構乃總統確定 依台灣人民適用的法律 而有必要之權利者 可依據本法案代表台灣 提供保證及採取其他行動者 然後還有他有個重點叫做B 台灣設立的機構相同數目的辦事處級 規定的全體人員 這是指於1979年1月1日以前 美國承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當地 在美國設立的辦事處級 人員相同而言 很簡單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因為美國都沒有信任 那他怎麼辦 很簡單 我自己的名字都改變 就是說我美國已經不承認這個中華 所以在美國政府的眼中 他已經沒有中華民國 然後他只有台灣 什麼台灣 這個台灣 這個台灣機構就是這個 台灣 所以你看看 美國針對我們台灣講的都是這個台灣 叫做什麼台灣機構 台灣機構 所以現在美國講的他的眼中只有這個台灣 這一個台灣機構而已 但是這個台灣機構一對內 他還使用中華民國的法律 包括他的憲法 還有他的態度 還有他的國情 所以 所以你都會 誤認說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還在 我告訴你 中華民國不是中華民國的中華民國 人家說的浮屎流瓶 他這老後如果死 他的皮會流下來 但是 他的那些皮 別人都叫他去穿 你會覺得這隻老後還在 他就會叫一口 台灣機構 批的什麼 批的那個 中華民國的外衣 他就可以 你如果說你一個好好的人,看起來都很漂亮, 你如果把膝蓋穿下去,土地的面子沒有了,你看起來就是膝蓋了,你知道意思嗎? 我這樣說你就聽了,這就是臺灣機構,你穿的衣服,中華民國的衣服,你變成就是中華民國, 我告訴你,你這個中華民國不是中華民國的中華民國,這個上你是臺灣機構, 這是美國眼中看到的,他就是這個臺灣,這個臺灣機構,然後這個臺灣機構在美國那邊有辦事處, 那叫什麼名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你知道意思嗎?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我在美國眼中我現在看到的都是這個臺灣機構, 他的辦事處在美國的話,他叫做什麼?他叫做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他也說到這個問題,因為以前中華民國在美國有設大使館, 這個我以後再講,因為這裡非常的複雜,我後面再跟你講詳細一點, 我要跟你講,因為今天只有講簡單的,我後面會越講越深,講到中華民國聯王政府的問題, 我們再想想來談這個什麼,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問題, 因為我們要卡到以前中華民國在美國那邊有大使館,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美國還承認中華人民,還承認中華民國是五大常任理事國時代的時候, 中華民國在美國那邊有建立大使館,我們要去講, 那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簽證, 那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跟以前中華民國聯王, 這個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部是有稍微重疑的, 我們要去講,但是因為美國已經不承認中華民國,這是一個重點, 他不承認中華民國是一個核華政策, 你後來才把中華民國的使館整個都轉讓給中共, 轉讓給中共之後,你在台灣島上的中華民國, 你不可以沒有代表權,所以又跟他設了一個什麼,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他以前像元素的名字, 叫做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之後一要改名, 叫做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這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跟現在這個什麼,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就是臺灣機構, 你知道意思嗎,就是臺灣機構, 所以人家美國在看你臺灣的時候, 一直看到這個臺灣,臺灣機構, 然後跟我交流的人,現在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所以在美國人的眼中,他都沒有看到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在騙你臺灣島頭上的人, 說中華民國還在, 啊,這隻豬皮還在,所以我這隻老豬還在, 我錯, 老虎皮跟一隻活生生的老虎有一樣啊, 差多了好不好, 所以我們這個中華民國, 就跟我說的那個什麼,去吃衣服啦, 去吃衣服你知道嗎, 啊你這個臺灣機構把它清掉, 你知道嗎, 啊你叫做什麼,中華民國括號臺灣機構, 那就是我你說的這個啦, 但是在美國的眼中, 因為他慢慢, 什麼中華民國我看你,他都看不到啦, 你什麼中華民國線, 在美國眼中根本就是沒有的東西啦, 在美國人, 冠風的眼中,你叫做臺灣, 他只看到這個臺灣機構, 他不會瞄理什麼中華民國, 反正喔,你就是臺灣機構, 那你要用什麼換言你清菜啦, 你要叫你中華民國也清菜啦, 那你要叫什麼都好啦, 請再說啦, 反正在我美國的眼中, 你就是什麼, 你就是臺灣機構, 臺灣這樣而已, 所以, 美國官方對臺灣都在講, 你叫做臺灣, 啊什麼樣的臺灣他不跟你講, 反正你就叫臺灣就對了, 反正你不管如何,你就是叫臺灣, 啊臺灣的什麼, 他不跟你講清楚, 你現在臺灣就回了, 我就叫臺灣, 那奇怪, 啊我怎麼還有一個中華民國給我扛, 齁, 你知道嗎, 那就是國民黨跟民進黨跟你騙, 騙說中華民國還在的, 其實有這些, 你是在用這個, 中華民國是真的開吃衣服而已, 隨時都拿起來, 你知道意思嗎, 哦, 哦, 那是一個迷彩, 是一個偽裝, 實際上他是臺灣機構, 啊他要聽什麼人的, 他要聽AIT跟這個什麼, 美國政府的, 哦, 啊我們又講到一個問題啦, 我們就講到這個臺灣關係的第十條的B, 哦, 他有講一個問題, 1979年之前, 中華民國被承認作為像是, 在臺灣上的治理當局, 這是因為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關係, 美國政府, 他本來是臺灣的主要佔領權, 但是他為透過中華民國來管理臺灣, 哦, 所以他把中華民國看作是臺灣的地理當中, 我說哦, 當成士統, 臺灣治理當局, 所以在1979年之前, 中華民國你都說, 他叫做臺灣治理當局, 啊什麼人給他賦予呢, 美國政府給他賦予, 為什麼有一個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他叫中華民國怎麼樣, 哎, 來托管臺灣, 哦, 啊他在中華民國在托管臺灣時, 他就跟臺灣, 他就跟臺灣做一個省, 叫做中華民國政府的臺灣省, 這個中華民國政府的臺灣省, 啊他就看作是臺灣的地理, 就跟臺灣市統, 我跟臺灣市統, 像就不是, 我跟臺灣市統, 那你就不是, 好像我是金城武, 我看起來像金城武, 那我是金城武, 我不是, 因為金, 其實金城武跟我蠻像的, 他有鼻子, 他有眼睛, 他有五官, 他有的我全部都有, 其實我也蠻像金城武,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跟臺灣說, 像就不是, 你知道嗎, 所以實際上, 我不是金城武, 你知道嗎, 所以他說中華民國, 被承認作為像是, 在臺灣上的自比當局, 你知道嗎, 他看作是臺灣, 到頭上的一個地獄當局, 後來, 1979年之後, 臺灣機構中華民國是, 美國在臺協會的政治工具, 所以在1979年之後, 這個中華民國實際上就變成什麼, 美國在臺協會的政治工具, 那他裡面有講, 總統已經授權給予美國在臺協會, 及其支援特權及豁免權, 總統被授權在擴大臺灣機構, 和其適當支援旅行, 有效表現的功能, 所需要的特權及豁免權, 那臺灣機構是美國在臺協會, 統治臺灣的政治工具, 他裡面有講得非常清楚, 他有給臺灣機構一些豁免權, 然後他變成什麼, 美國在臺協會什麼, 統治臺灣的什麼, 政治工具, 所以他叫做什麼, 臺灣機構, 他叫做臺灣機構, 然後我們還有一點, 去年大概2019年9月份的時候, 這個臺灣機構有跟AIT簽了一個什麼, 諒解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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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說呢, 這個是諒解備忘錄裡面很重要, 他就把這個關係裡面講出來, 根據臺灣關係法第10條A解,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前身為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經認定為臺灣人民設立的機構, 擁有臺灣人民法定的權威, 可以根據臺灣關係法, 代表臺灣人民提供保證, 及採取其他行動, 這句話裡面是重點, 這是美國國, 美國關香港的, 有沒有, 這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政府經認定為臺灣人民設立的機構, 那叫做臺灣機構, 他擁有什麼臺灣人民的法定權威, 他可以根據臺灣關係法, 代表臺灣人民提供保證及採取其他行動, 這裡面就講得非常的清楚, 那叫做臺灣機構, 所以在美國的甘中, 我們臺灣島上的這個政權, 實際上它叫做臺灣機構, 它是臺灣人民設立的機構, 它有臺灣人民的法定的權威, 它可以根據臺灣關係法, 代表臺灣人民提供保證, 和採取其他行動, 所以實際上它叫做臺灣機構, 你知道意思嗎, 你說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還是這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它就是臺灣機構, 對啦, 你要再想一個問題, 這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什麼人排, 蔡英文這個政府派的, 他派到美國的時候, 他就是臺灣機構, 那他本身是不是臺灣機構, 他也是啦, 所以在美國的甘中, 他只看到臺灣, 他基本就沒有去看到中華民國, 你知道嗎, 原本就是在那一句話, 所以我告訴你, 一件事,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實, 實際上是假的, 所以這台民國說, 他有跟我們說一件事, 你這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就是臺灣機構, 所以在美國的甘中一間, 看到什麼, 對, 臺灣機構, 就是這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而已, 實際上就是臺灣機構, 所以在美國官方的甘中, 他只看到這個臺灣, 就是這個臺灣機構而已, 他根本就沒有看到中華民國, 因為他根本從頭到尾, 現在不再承認中華民國了, 你如果美國官方說中華民國, 他不會跟你承認, 他說, NO, 他問台灣, 你是臺灣, 你知道嗎, 所以, 他說的這個臺灣就是一個, 對這個臺灣機構, 對這個臺灣機構, 所以我們臺灣, 因為, 因為我們, 我們這個, 臺灣機構是有美國臺灣關係法, 裡面的規定, 你如果有法輪, 你要照法輪,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 這個臺灣關係法是美國總統, 國會的軍事政府對我們臺灣的這個法輪, 所以他就跟你規定說, 你臺灣到頭上的這個人, 他叫做臺灣機構, 他在北美那邊的時候, 他, 我說, 他叫做什麼, 他叫做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你要說他叫做臺灣機構也可以啦, 因為, 因為, 這個,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就是臺灣機構, 對啦, 他就是臺灣機構啦, 他擁有什麼臺灣人民的法定權威啦, 他可以代表臺灣人民提供保證啊, 他可以代表臺灣人民提供保證啊, 他的代表處在美國那邊, 叫做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啊, 什麼叫做臺灣機構, 很簡單, 他也是說的, 他這, 裡面有講是, 臺灣人民設立的機構, 有沒有, 這是你, 臺灣人民所選擇的, 在我北美選擇的機構, 啊, 你是不是臺灣機構, 因為你本來你就是, 所以你實力的話, 你喔, 叫做臺灣, 臺灣機構, 啊, 就是什麼, 人以前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還是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齁, 所以你在美國的, 我們中基本都沒有中華民國, 你就只有這個而已, 這個臺灣機構這樣而已, 對啦, 反正你不管如何, 你叫做臺灣, 我不會承認你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你自己講, 我美國官方, 我承認的是這個臺灣, 臺灣機構我不管, 你叫做臺灣, 臺灣機構, 啊, 你, 也叫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說得簡單的就是, 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就是臺灣機構啦, 那這一批臺灣機構都是誰派的, 蔡英文這個政府派的, 這個流亡政權派的, 流亡政權派的, 派來我, 北美做代表, 那這個代表叫做臺北經濟文化代表, 代表處, 然後他也是什麼, 臺灣人民設立的機構, 是你臺灣人民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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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叫做臺灣機構啦, 因為那個是代表權的問題, 因為你的代表叫做臺灣機構, 你就是臺灣機構, 你不叫中華民國, 因為我不承認中華民國, 我看到的就是臺灣機構, 就是, 我就是這樣, 我在美國官方就是這樣, 所以, 美國官方對我們講, 都是講臺灣臺灣, 他沒有在講中華民國, 反正就是在那裡, 中華民國帶就沒有了啦, 中華民國是國民黨跟民進黨在跟你騙的, 這時候他帶就沒有了, 你知道嗎, 這個是非常要緊的, 好啊, 就跟他講, 臺灣不過為我國中華民國一托萬地, 他講的, 我是中華民國一托萬地, 我是中華民國一托萬台灣的, 就跟他講過, 還有我們講的這個什麼, 這個看不出來的民主講到這個什麼, 這個被告的部分啦, 他為什麼把美國政府跟什麼, 跟, 都跟他殺作會, 反正就在這裡,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 中華民國實際上受到美國的控制, 所以他們兩個都, 兩個都知道嗎, 兩個我們現在你看, 我們現在變成中華民國, 那台灣關係法, 美國總統是台灣的主要, 主要佔領, 托管全國, 這個, 依據舊金山條約, 台灣關係法, 美國在來協會AIT, 有權力執行美國, 政府對台灣的法律, 二,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恢復台灣人民, 應有國籍及台灣政府, 三, 林志生, 林子安, 台灣民政府, 兩次控美案, 兩次控美案是美國法律的執行, 2018年台灣旅行法, 關於台灣高級關聯方面, 我們也去講一下, 你看, 都去講一下, 你想到的問題, 台灣官員, 你要問一個問題, 咦, 那我們要先把, 真正的台灣人找出來, 你要這樣跟本土的台灣人的國際出場, 現在都在台灣民政府裡面, 因為台灣民政府, 裡面都是真的跟本土的台灣人, 做一個政策, 當然他還沒執政, 他現在算一個教育團體, 一個宣傳團體, 也是一個人權團體, 他是教育機構的, 那有2020年國防授權法案, 美國政府關聯及台灣的交換, 現在要做台灣政府, 因為要組台灣政府, 人可能不夠, 那從哪邊派, 從美國政府那邊派, 他會把他的官員, 或是職員派來台灣, 跟我們台灣做交換, 然後六, 2020年台灣保證法, 由美國出面, 讓國際社會承認, 台灣是一個國家, 是一個state,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公民有說到一個問題, 我們割製, 我們這個本案, 割製在一起, 現在你等什麼, 等美軍去台灣倒頭上開, 軍事法庭, 我看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是適用戰爭法, 我看會開軍事法庭, 來處理台灣問題, 對, 要把這個, 中華美國台灣的問題, 美國也要怎麼說, 一刀把它, 一把他化石, 這個抗名, 第一次他說, 六十四年來, 本土台灣人無國際, 無國際社會承認是政府, 人民生於政治戀慾, 承認美國是台灣領土的佔領者, 要求行政單位主動協助, 延靠訴求, 這是我們剛才說的, 我們無國際, 無國際社會心情的政府, 好, 再來就說, 美國在來協會, 那個, 算說, 一些問題, 他也算說, 現在都在說, 把我們台灣做鼓勵, 像美國政府那邊也說, 承認的都是台灣, 然後他也在針對台灣做, 我們一方面的進行, 就是你台灣以後, 你叫做台灣, 你不會再叫中華民國, 他也不會什麼中華民國台灣, 這樣男人, 因為現在在美國的中, 你就是台灣, 他把中華民國實際上, 他把他撤銷, 他把他銷掉, 這樣夠有清楚嗎, 這樣剩下, 我們下一次我們再講, 那這個是台灣關係法的大概, 就是, 講出我們台灣人的問題, 第一, 你沒有國際, 第二, 你的政府有問題, 這就是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還有, 這個也是台灣關係法裡面, 講到一個要害, 你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那裡邊的時候, 日本就沒有辦法中華民國, 我覺得台灣關係法裡面, 裡面沒有, 就是, 他已經不承認中華民國, 他實際上不承認中華民國, 他實際上他只有承認台灣, 還是你要叫他台灣機構也可以, 因為在北美那邊的時候, 他是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就是, 台北經濟化辦事處就是, 台灣機構, 在美國的暗中, 我只看到台灣機構, 還是我只看到台灣, 你要叫他台灣也可以, 因為台灣機構也是一種台灣啊, 他也是台灣啊, 他也是台灣的代表啊, 他喔, 他喔, 他是從台灣, 派出來的, 代表在我北美, 叫做台灣機構啊, 他也是那個什麼,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廖一號改名就是什麼, 台北經濟化辦事處啊, 所以他就叫做台灣機構,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 我們是在美國的暗中, 我們是台灣機構啊, 他是台灣機構, 也是一種台灣啊, 他也是台灣啊, 那這樣各位就清楚了, 實際上, 在美國的暗中, 李翁公, 我們叫做台灣機構, 或者是台灣也可以, 因為台灣機構他也有台灣啊, 所以他講說他是台灣沒有問題啊, 但是這個台灣有問題, 他有什麼問題, 他有什麼問題, 沒有國籍, 然後他的政府不合法, 這樣, 喔, 你知道意思嗎, 在美國人, 美國政府的眼中只有台灣, 他實際上沒有中華民國, 你知道意思嗎, 啊他, 這個台灣就是指什麼, 台灣機構, 喔, 啊, 所以我們現在, 台灣你要說, 在法律上, 因為我們現在看法律有的啦, 我們有法律, 才有法律, 喔, 這就是法律的關鍵, 你知道嗎, 第一個, 你有法律, 你要遵守法律, 第二個, 如果說法律沒有規範的話, 你要找相識的, 喔, 你要找案例, 找慣例, 找相識的去遵守, 那如果都, 全部都沒有的話, 那你要回到法, 那你要回到哪裏, 那你要回到真理裡面, 你要用真理去想說, 我怎麼要遵守法律, 喔, 所以, 一句很簡單, 你有法律, 你要修法律, 啊, 你如果沒有法律的時候, 你要照真理危險, 啊, 還有法律跟真理, 不能衝突, 這是你, 一個好的, 這個什麼法律, 一個比較好, 你知道嗎, 你修法律人的關鍵, 喔, 有法律要守法律, 喔, 啊, 這個, 法律跟真理, 是不能夠有衝突的, 喔, 那如果這個法律跟真理, 是有衝突的話, 那你可能要稍微要, 要調一下法律還是怎麼樣, 還是法律適當性, 法律的哪一個地方要調, 喔, 把他調到這個, 人家剛才調那個參數, 把他調到, 調到磨合, 喔, 跟我們, 現狀是磨合, 喔, 是會合的, 這樣, 喔, 這是, 法律的第二個原則, 還有,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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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法律, 你要守法律, 那如果沒有那條法律, 你要找相似的, 喔, 然後去遵守, 啊, 或者去再去做, 適當的修改, 這樣, 那這是一般法律的原則, 啊, 我們現在你看看台灣關係, 裡面, 他前對我們台灣人有講的, 主要有講的是什麼, 你叫做台灣, 啊, 在北美那邊就是什麼, 台灣機構, 反正你就是台灣, 不然就叫做台灣機構, 你在美國的地方, 你都叫台灣, 啊, 所以他沒有中華民國, 所以你覺得很奇怪, 美國官方對我們講都在, 都在講什麼, 講, 講台灣, 他就從來不講中華民國, 實際上在美國的官方, 是沒有中華民國的, 他只有台灣, 或者是, 你要講到專業的台灣機構, 那這個台灣機構有什麼問題呢, 很簡單, 第一個, 喔, 他不是一個合法的政府, 派出來的代表, 然後, 第二個, 這一批人, 台灣, 台灣機構, 他的國籍有問題, 他的國籍有問題, 啊, 所以這會產生, 我們現在這個, 什麼, 美國國王部, 叫林志森去控, 產生控罵案, 啊, 控罵案, 裡面就跟我們講, 你們的國籍跟政府, 這美國政府, 你幹嘛, 不要去殺, 喔, 這樣我們這個, 這個台灣關係法的專題一, 就到這裡, 我們後面還有二三四, 可能會到五,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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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